这是1943年发生在波兰沃伦的真实世界 弹手砍头 无马分尸 活泼人皮 分烧活人 开膛破肚等数不清的屠杀方式 村子里杂乱无章地躺着若干波兰人的尸体 或者是说残吃断屁 更加贴切一点 因为此时的村庄 根本找不到一具完整的尸体 整个沃伦被尸体捕烂发出的气味龙照着 屠杀的血腥程度完全让人无法想象 比起说这是一部战争片 还不如说这是一部恐怖片 然而 营片的残忍程度还远远达不到真实历史事件的十分之一 令人意外的是 这场屠杀的柜子手并不是军队的人 而是来自乌克兰的平民 乌克兰人络绎不绝地加入德军 目的就是想要屠杀波兰人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才会让乌克兰人变得阻止残忍 这一切还得从一战结束之后回去 波伦的位置是在乌克兰跟波兰交些的地方 这里不仅住着乌克兰人跟波兰人 还有犹太人 一战结束以后 波伦成了波兰的领地 但是二战爆发以后 波伦地区的政权不断变更 波兰政府用强硬的手段 实施同化乌克兰人的政策 乌克兰人因此在沃伦城的下等人中 造成了波兰人长期羁押乌克兰人的局面 他们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凹打 甚至践踏乌克兰人 警察对这种事也是会侮辱 根本不在乎乌克兰人的生死 更悲醉的是 他们还被限制购买物品 同样的产品油盐 乌克兰人就要付出数倍的价格才能买到 他们因此对波兰人产生了仇恨 也成了报复波兰的导火 1939年9月 德国出席波兰 德军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成功地占领了波兰 自从德军来到这里以后 沃伦的局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德军根本不关心是波兰人还是乌克兰人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港 那就是除掉犹太人 德军刚来到村子 就开始四处搜寻犹太人 因此几乎每天都会有犹太人遭受处决 没有人敢去阻拦 甚至没有人敢安葬犹太人的尸体 一时间空气中满是尸体腐烂发出的味道 部分波兰人看不惯德军的残忍行径 于是背着德军偷偷帮助犹太人 由于乌克兰人对波兰人怀恨在心 凡是看见有波兰人帮助犹太人 会立即向德军报告 接着德军的力量来报复波兰人 许多善良的波兰人因此遭到德军的孤情屠杀 决助索菲亚也是其中一个帮助犹太人的波兰人 倒心的将一对犹太人夫妇藏在了自己家里 不幸的是一个乌克兰小偷来他家偷东西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犹太人夫妇 小偷离开后 直接跟德军举报了索菲亚私藏犹太人的事 德军接着便将索菲亚的丈夫抓了起来 乌克兰小偷不仅帮助德军砍了他的头 还剥了索菲亚丈夫的皮 最后将他的头跟皮装进了一个桶里 送回了索菲亚的家里 看到丈夫惨死 索菲亚瞬间被想晕过去 不料这只是乌克兰人报复的开始 之后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团结在一起 他们经常聚集在教堂中 发现着对波兰人的不满 埃桑在心底的仇恨 似乎马上就要爆发 乌克兰人趁着德军四处逐杀犹太人 自告奋勇地加入他们的队伍中 以抓捕犹太人的名义 肆意残害波兰人 一时间 众多波兰人纷纷惨死在乌克兰人手中 整个沃伦地区的人都惶恐不安 加林格勒战役的失败导致德军被迫从沃伦撤军 因此沃伦承认无政府状态 乌克兰人就此抓住机会 他们在教堂内集合势必要将沃伦 建造成一个由乌克兰人统治的国家 接着他们有的组织对沃伦地区的波兰人积极的信心 由于长时间受到波兰人的压迫 这群乌克兰人各个斗志高养 几乎疯狂的对波兰人展开了屠杀 波兰政府得了此事后非常震惊 于是立即派起大使来到沃伦 准备跟当地的乌克兰人谈判 不料此时的乌克兰人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点 完全不及后果 直接将波兰大使绑了起来 然后分别将手脚捆住绑在两匹马上 就这样可怜的大使被分成两节 随着乌克兰人慢慢掌握沃伦的政权 他们的东正教教堂开始对民众进行宣传 送援所有的乌克兰农民拿起自己的骨头 将曾经迫害他们的波兰人头上砍去 这一天一群波兰人像往常一样正在教堂做礼拜 突然一群乌克兰人喘了进来 这里面的波兰人进行了残忍的图杀 甚至连教堂主教也被无情的杀死 接着他们又会舞着骨头朝着教堂内的妇女和孩子扑了过去 一时间教堂内惨叫声不断 整个教堂直接变成了独宰场 但是乌克兰人对此仍不满意 一路顺着教堂继续图杀 只要看见波兰人就杀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半夜 最后他们来到了女主索菲亚的家里 一时当危险的索菲亚抱着孩子从豪门逃了出去 逃跑的过程中 他亲眼看见一个妇女 被乌克兰人毫不留情的用刀跳出了双铁 结果未定的他立即往回跑 最后在一处桥栋躲藏起来 在这里他透过草丛看见一个无辜的波兰小孩 被乌克兰人泡上干草后直接点灯 可怜的小男孩被点燃后 像个波熊一样踢来踢去 最后只剩下惨教室 小男孩倒下后 乌克兰人并没有叫此罢休 而是一棍子刺穿了小男孩的身体 一挑起他 点燃了旁边的帮子 旁边的一个孕妇 惊恐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开探过度 完事之后 乌克兰人竟然惨无人道地 拿刀刺向了孕妇的肚子 没过多久 索菲亚也无心被发现了 不白冒昧的他 乌克兰人会做什么 我想不用介绍 大家也已经猜到了 当索菲亚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第二天早晨 乌克兰人兴奋地唱着胜利的歌剧 起码一如地离开了这个村庄 但是这并没有结束 路上仍然在继续 只是从这个村庄 来到下一个村庄罢了 索菲亚醒过来以后 抱着孩子 亲眼目睹了村子里的惨状 若干具尸体 杂乱无章地躺在村子里 也或者是说 残肢断病 更加贴切一点 因为在这里 他几乎没有发现 一具完整的尸体 这其中有老人 孩子 以及凤女 每个人死状都非常悲惨 谁也不知道临死前 他们究竟经历了 怎样的痛苦 索菲亚找到水桶 想要打点水 没想到 行李全是捕烂的尸体和内脏 索菲亚见到这种惨状后 并没有再次停留 而是决定 带着孩子 去姐姐所在的村子躲避 没想到 半路意外走进了 一支德军的队伍中 路边的树林里 也早已失衡遍野 在德军军官的引导下 索菲亚再次踏上了 去姐姐家的路 可是半路又碰见了 乌克兰军队 幸亏他的孩子 用乌克兰语说了句我恶 两人才侥幸逃过一劫 最后历尽千谢万苦 索菲亚终于来到了姐姐家 姐姐看着狼狈不堪的妹妹 心疼的将她留了下来 幸运的是 因为姐姐的丈夫是乌克兰人 所以家里并没有遭到迫害 对人没想到的是 姐夫的哥哥 为了保住姐夫跟孩子们的命 竟然命令他杀死妻子 不然会害了整个家族 但是姐夫根本不忍心 杀害自己的妻子 在哥哥的一再逼迫下 姐夫愤怒地抡起斧头 砍死了自己的哥哥 然而 最终他们家没有逃过紧了 原来村子里的人 都知道他的妻子波兰人 没过多久 一批乌克兰人手持武器 冲进了姐姐家 他们直接抢过姐姐手里的孩子 毫不留情地 一股头踢死了他 接着 媳妇姐姐把头放在门槛上 果断地砍下了他的头 尽管姐夫是名不及时的乌克兰人 但是最终也因为包庇波兰人 被毫不留情地处死了 姐姐一家被害的画面 全部都被躲在楼上草堡里的索菲亚看见 此时的她彻底绝望的 令索菲亚感到意外的是 杀死姐姐全家的人并不是别人 而正是之前参加过姐姐婚礼的邻居 索菲亚就此失去了最后的救命岛层 她惊恐地抱着孩子夺路而逃 跌跌撞撞地朝着远处的树林深处走去 绞尽在树林里躲过的一夜 第二天 索菲亚看着乌克兰人 兴奋地拉着满车的战利品 离开了这里 之后索菲亚被一个善良的乌克兰人烧留 用马车拉着母子俩朝着远方走去 此时没有人知道远方 是不是那个充满和平的地方 这部影片正是还原的 发生在1943年的沃伦种族大屠杀 乌克兰人对沃伦地区150多个村庄 进行无差别大屠杀 一直持续到1944年 最后 沃伦人又反过来 暴富性屠杀乌克兰人 根据历史学家统计 沃伦大屠杀至少有10万人遇难 其中8万人是波兰人 1.5万人是乌克兰人 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屠杀本身 而是参加独伤的 昨日还是跟你谈谈而谈的邻居 可能今天就变成了 屠杀你全家的龟子手